生活迟早会用教训的方式给我们教导,让我们学会尊重生命的智慧,那些我们以为的问题,其实已经是一种解决方案,起初,我用奋斗,努力去试图搞定外界,但是最终,从苦作为生命的提醒,不约而至,无论是身还是心,都有着独特的智慧, 等待我们去理解,身体的智慧输液消除了症状,但是也破坏了免疫力,这是我第一次开始了解人体的智慧,原来,药物并不神奇,神奇是身体的免疫力,高伤,竟然是免疫力杀死病毒的努力,从那以后,我再也没有感冒过,没有吃一次药,打一次针,输一次咽,又一次烧得稀里糊涂,睡一觉就好了, 我的咨询师说,鼻炎据说是流不出的眼泪,但我觉得,鼻炎是说不出的愤怒,每当有人有愤怒的时候,他的鼻子总是坑坑作响,好想避免塞了石头,而我在身心于愿时,鼻炎就消失了,他或许只是一种提醒,在前几年,我进入了生命动力的课程,课程里,大量的倡导回应,也就是找自己的,别人的心理问题, 或者模式,并进行突破,对于心灵的智慧,缺少尊重,到了被一所赐的境地,有的人冷漠,有的人自以为是,有的人不负责任,如果你不接受回应,那么就是不开放, 从课程出来后,我脸上多了上百条洗纹,如刀的不是岁月,而是找问题的心,以及追缝定和回应的环境,带着对生命的困惑,以及找问题的痛苦,我踏上了继续成长的旅程,心灵的智慧当我学会尊重,尊重心灵的智慧,我觉得才真正踏上成长的旅程, 以前不过是在迷雾中,灰的乱无,受伤的不但是别人,更是自己,尊重自卑,尊重抑郁,尊重悲伤,尊重负能量,尊重阴暗,有如尊重自信,尊重坚强,尊重正能量,尊重阳光, 如果有谁把黑夜当白天一样过,恐怕只会累死,尊重别人,也尊重自己,因为生命的智慧,并非我们所见的那么浅显,现在再也显不出,像对抗自卑,滚蛋吧,负能量这样的干货了, 我们表面上的问题,其实都是生命的一种解决方案,包括自卑,焦虑,抑郁,具体在解决什么,就因人而异了,只有通过这些问题,深入到生命本身,而不是对抗这些问题,才能真正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, Q的父亲脾气暴躁,妈妈过得很痛苦,Q小的时候,觉得要不是因为自己,妈妈就可以离婚了,会过得幸福,因此,觉得自己不好,实际上是Q间接地表达对妈妈的爱,如果自己不好, 那么,未来也还有希望,只要改变自己就可以了,这样也可以更有掌控感,只有深入到自卑理念,去理解自卑背后更深刻的意义,才能真正成长自己, 表于自卑,我曾经抑郁了一段时间,那个时候,我可以停下来,不做任何的事情,每天睡上十多个小时,从上小学开始, 我就被考大学出人头地,家里推动着,很难停下来,放任自己,也就难以看到自己内心的渴求,我需要关注和爱,所以,也不太能关心到自己, 知道了自己内心深处的需要,也了解了自己行为的原因,包括,为什么要让自己优秀,为什么要证明自己对,有的人怕鬼, 朋友说,鬼至少让一个人觉得,生命没有那么寂寞,深邃的寂寞,比对鬼的恐惧,更容易接受, 二十世纪伟大数学家那时,用精神分裂的方式,将自己的世界充满了精彩和惊险, 不再只是只有逻辑和数字那么枯燥,精神分析师曾奇风说,有的人,又失败,来完成自己的内在的救生, 有,因为在潜意识里,成功代表着要受惩罚,理解是最佳的答案,我们远远的低估了生命的智慧, 如果太有对抗的方式,生活,会一次次的给予重击,最终让我们学会,从每一个痛苦中去领悟, 领悟身体的智慧,心灵的智慧,地球的智慧,宇宙的智慧,外在的世界, 只是每代世界的投射,当你不接受自己的无力,就会批判那些引发自己无力的人, 生命的智慧是要理解,起点先理解自己,从自己的痛苦里, 从自己对别人的批评,期盼和攻击里,理解自己的一切,痛苦与快乐,骄傲与不堪, 通过外在看到的问题,进入到内在的智慧,与自己对接,与自己和解, 允许宽恕自己,而后,也许就再也看不到任何人的任何问题了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